男子再一次点头 是 然后他躬身离去 长老目送他离开之后 也是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此刻的长老 扭头看向了旁边的镜面 而在那镜面之中 袁建功的喧嚣还在继续 他沉默了一阵 一挥手镜面消失 难道不知道宗门对炼药师的看重吗 得到如此传承 就应该主动来联系宗门呢 宗主虽然不在 但是你若价值足够 几个副宗主许你一个真传之位 都不是不可能的 何必密而不宣呢 他呢喃一声 关于扶风之上的事情 自然有其他人不知晓的 袁建功的弟子轰然 一直持续了足足一两个小时 可当发现 确实无人来回应之后 弟子们这才一行阑珊 渐渐地消散 每年六月初一 都是外门和内门弟子的狂欢事 气氛高涨得很 十次发放总会有人抢到破镜丹 抢到丹药的人兴高采烈 是所有人羡慕的 可是今年的六月初一呢 抢到丹药的 非但没有人羡慕 反而还嘲讽他们运气差 哎呀 不得不说这个奇景可从来也没有过 有洛建宗历史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 更为奇特的是 当袁建功的人开始散去之后 那高悬于兑换榜上的破镜丹 居然还无人问津 如果这些丹药有灵性 恐怕现在就要开始怀疑自己的丹生了吧 老子不香吗 老子不能吃吗 而袁建功此时此刻 零零星星的对话 正在回答着这个问题 现在还有破镜丹 不去买吗 等下被人给抢签了 买个球啊 普通破镜丹有啥用啊 死贵死贵的 而且只提升两层概率 那要是没成功的话 岂不亏死了 那你不突破了 当然要突破啊 但我要用袁大师的破镜丹突破 只比这破镜丹贵一万 但是效果提升了两倍有余啊 可袁大师的丹药还没发啊 上半年就发了两次 下半年搞不好还会发的 我打算等等 呃好吧 对说的也是 那我也等等 于是三三两两 洛建宗的弟子一行蓝山的离开 他们都要等待袁大师的药 而这一次的六月初一 大概也是洛建宗成宗以来 但是贡献点消耗最低的一次 当然 有关袁建峰上所发生的一切 单元峰上的人是一个也不知晓 没办法呀 谁让单元峰的人实在是太少 还都是宅男宅女 天妞不用说了 他压根从不离开单元峰 成天就在山坡上 拿着自己的小铲子挖坑 埋灵质 种杂草 而灵竹云呢 也极其不适应外面的环境和氛围 没有必要的情况 他一年都待在单元峰 也不想离开一回 而那唯一喜欢向外跑的 就是下缺了 但是此刻的他 正关着门 在屋里闭关呢 单元峰就三个人 而除了这三个人之外 也不会有外面的人 把消息带给他们 更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所以自然而然的 袁建功所发生的一幕 单元峰无人知晓 时间不会因此而止步 黄眼之间数天就过去了 穷楼内的下缺长出一口气 而后满意的看着掌中的丹药 精品破镜丹 品阶 五星 炼制精致的五星丹药 服用后 有五层概率可突破等级屏障 神魂通幽 五星破镜丹 只在神魂镜破通幽镜时有效 消耗五枚 可精炼制完美破镜丹 五星丹药变成了一种纯白的色质 上面还阴晕缠绕着一阵阵的药香味 下缺在丹药上刻下了歪七扭八的原子 而后是轻吐一口气将丹药放入了玉瓶 五星破镜丹 还是比四星破镜丹要难炼制啊 将近十天炼制两炉 确实成功了一炉 难啊 炼丹 终究还得看成功率 下缺是系统认证的五星炼药师 对于药理变化方面自然是掌握无碍 但是他炼制五星丹药的第一次还是失败了 这五星丹药已经需要特殊之火炼制了 幸好我是金屋之体 有大日真火才能炼制 要不然的话 大日真火炼丹 老实来讲 这种东西啊 有好处 但也有弊端 立出在于大日真火 有一缕天地万物的生机 这股生机对炼丹来说着实有大用处 可以让丹药的品相大大的提升 可是弊端呢 就在于 这对火力的掌控要求变得十分的严苛 因为大日真火是天地最霸道的火焰 烧有一丝不慎 就足以焚化万物 这一炉的失败呢 就是因为下缺 用力稍微猛了一丢丢 以至于炉中的灵质 直接被大日真火给烧毁了 从而功亏一篑 看了一眼旁边的丹炉 下缺眼中出现了数据 三顶丹炉 玄界中品丹炉 可炼制一至六星丹药 可承受四十万度高温 炼药成功率增加百分之三 可以承受四万度的高温 但是刚才大日真火最狂暴的时候 这丹炉怎么就有点承受不住啊 看样子 还是要升级系统送的丹炉才行啊 下缺在心中想着 过了片刻之后 他这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伸了个懒腰 哎呀 先出去吃个饭 等晚上再来研究吧 下缺心中想着款不出门 一出门 正好看到了林竹云 在不远处给铁牛擦脸 一边埋怨一边擦 铁牛还是一如既往的憨笑坐在地上 任由林竹云示威他 哎 师姐 铁牛师兄 下缺一笑 连忙上前打了个招呼 哎 师兄师姐 你们吃东西了吗 下缺一边说着 一边走了过去 林竹云也看向了下缺 而后露出一个笑容 轻轻地点了点头之后 这才轻吐一口气说道 哎 你出来的正好 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哦 什么事啊 下缺已愣 自从他来到了丹远峰 这是林竹云第一次说 有事要对他讲 先去乾坤一气吧 一边吃一边说 林竹云笑着说道 下缺缺愣住了 而后点点头 当下三个人 就向着乾坤仪气走去 你要出去一趟 在乾坤仪气当中 点了一桌子饕天美味 下缺三个人正在用餐 不过 正当林竹云说话之后 下缺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林竹云文言点了点头 这让下缺摸不着头脑了 出去就出去呗 为什么专门还要和自己 说上一声呢 我出去这段时间 铁牛 你多多照看一下 不过一般不会有什么事 就是偶尔 他会忘记吃东西 你是不是带他来 请婚一气 吃点东西就行 林竹云接着说 下缺愣住了 师姐 你这是要出宗门 嗯 林竹云点了点头 他略微咬了下嘴唇 这才低声地说道 我接了个宗门任务 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 短则三年 长则五年 这几年 大远峰就交给你了 啊 要这么久啊 那你要去哪儿师姐 下缺不得不好奇 动辄三年五载啊 嗯 一个秘境 林竹云想了想 说道 秘境 下缺的眉头紧紧皱起 提起秘境 他其实早就听说过 可是实话实说 他对秘境并不是太有好感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的秘境之行 他就闯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阴谋当中 这让他下意识地 对秘境有了阴影 师姐 你去那秘境 危险吗 下缺不仅皱眉 危险肯定是有的 但修行之路 都哪里没有危险呢 不过 你不用担心 这一次同去的 有不少门人 我洛建宗弟子还是很团结的 我会出什么事的 林竹云了一下 但最终 并没有说些什么 而是点了点头说 那好吧 师姐 你出去之后一定要自我保重 相信我 咱们封赏 还有我呢 还有铁牛哥 三五年 他应该确实还在宗门 现如今的下缺 神魂已成 但是战斗技巧 还需要极多的磨练 而需要磨练战斗技巧 贡献点就不能少 故而他需要炼制大量的弹药 来换取自己的贡献值 从而磨练自己的战绩 再加上什么神魔井 蛮牛洞穴之类的 他还没有去过 也肯定要去尝试一下再说 所以三五年之内 下缺没打算离开宗门 去外面闯荡 现在的外面 那可是真正的修行世界 危险重重 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从一个一无所获的普通人 到了现在的这般境界 修行速度已经算是极快了 但说实话 他的底子一点也不够夯实 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原本下缺就计划 用到三五年的时间 好好稳固一下自己 想到这里的他 不禁想起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的神魂 当日他在强体世界内 突破神魂失败之时 系统发布了一个任务 叫做灵魂之谜的主线任务 本以为哑巴爷爷来了 帮他凝聚了神魂之后 这个灵魂之谜的任务 就应该完成 可是上面描述 他依然还未完成 而任务是这样描述的 任务 灵魂之谜 天地二魂常在外 唯有命魂助其身 凝聚神魂 需完整天地人三魂 找到宿主天地二魂 成功凝聚神魂 成功之后的奖励 可谓异常丰富 除了解开 经验封锁之外 还有先天替命精神 先天级别的生体丹 甚至还有一门 先天灵界的剑法 可是他凝聚了神魂之后 这个任务并未完成 经验封锁 虽然已经解开了 但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这让夏居 心疼凝重啊 哑巴爷爷 用原主的天地二魂 融入了他的命魂 而成就了他的神魂 在这个途中 不知道和什么东西 打了一架 很显然系统并不认可 这样就算是完成任务 虽然眼下看上去 似乎一切都还正常 但并没有什么不是 甚至就连系统 也没有出现 什么新的提示 可是夏居的心里边 却隐隐地埋下了 一股隐忧 他觉得 事情未必是这么简单的 如今自己的状态 搞不好在什么时候 就很有可能出现 什么意料之外的状况 但哑巴爷爷没有说呀 系统也没有提示呀 他也只能够 凝神疑惑 埋在心底 不过这种隐忧 让他却不敢 贸然地去疯狂提升等级 所以准备了一段时间 稳扎稳打地再看看 这段时间 怎么也得个三五年 到时候 他将基础提升上来 将自己真实的战力 也提升上去 要还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那么就可以再去升级 所以这三五年 对夏居来说 倒也没有事 嗯 我不在这段时间 风上总是要有一个 带风主的 中门有事的时候 会直接通知带风主 如今 丹云风就只有我们三人 铁牛师兄的情况 你也知道 所以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就是我 丹云风的带风主 这是风主令 林竹云忽然翻手间 千千玉手 多出一枚奇异的令牌 但是这句话呢 却还是让夏居 十分的惊悚 啊 我当带风主 师姐 这也不合适吧 夏居有些不确定 他现在入门才半年多 一个入门半年多的内门弟子 就已经让人十分惊讶了 现在 林竹云居然让他 成为丹云风的带风主 这个跨度 有点大 没什么不合适的 林竹云确实摇了摇头说的 夏居张了张嘴 可看了看林竹云 平静的表情 又看了看旁边 一脸憨笑的铁牛 最终一探 得 这个样子啊 这个带风主之位 还真的是 忧他来 风脉不可一日无主 其他风脉也是这个样子 风主若是出宗而去 就一定选个带风主 一般就是风中长老 弟子成为带风主的情况 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也不是没有 就比如说林竹云 本身就是入室弟子而已 若这丹元风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正常的风脉 自然也轮不到他 来当这个带风主 但丹元风的情况特殊啊 在夏居来这之前 只有两个人 依旧是保留了这一脉 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之下 你总不能选那 风风傻傻的铁牛 来当带风主吧 现在夏居和之前 林竹云的情况一样 于是也只有他 来接下着带风主的令 这是一方青铜令牌 上面写着丹元两个字 风主令很重要 宗门若有什么命令下达 也都是通过风主令下达的 当然 我丹元风一般 也受不到什么命令就是了 说到这里的林竹云 脸上也露出几分苦涩 而夏居 则是略微地愣了一下 只是沉默不语 丹元风的情况 他自然是看在眼中的 且封主令 可入我丹元风所有林园 不过 你修为太太浅 若是可能 尽量不要去 六品以上的林职园 六品以上的林职 交织阿城的毒素 已经相当可怕 甚至 会对神魂造成伤害 你神魂出城 强度不高 傲然进入 怕是会有危险 林竹云认真交代夏居 夏居成就神魂之后 见了他第一面 就已经知晓了 不过 这原本也不应该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神魂静而已 洛剑宗一抓一大把 他自然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不过此刻 却是认真地给夏居叮嘱 夏居想了想 微微地点头 嗯 我知道了 世界 六星以上的林职园 他短时间内是不会去的 毕竟刚刚升级到五星炼药师 再要升级到六星 还不知道需要多少的元宝资源呢 更需要达到通幽境 而他现在还没打算升级 所以六星以上的种植园 夏居倒是不会去 嗯 其他的倒也没什么了 林烛云想了想之后 发现丹原封 似乎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作为带风主 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哭笑一声 摇了摇头 好了 吃东西吧 夏居点点头 时间恍然过去三天之后 林烛云准备出发了 夏居来此送行 一直送到传送阵处 林烛云看了看对方 最终说道 师弟 封赏就交给你了 嗯 师姐 请放心 夏居给了对方一个安慰的笑容 林烛云又看了看身后的丹原封 深吸一口气 白光一闪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离开了 夏居也是长出一口气 翻手之间 带风主的令牌出现 看了看之后 他轻叹一声 转身就往风上走去 走了两步 夏居忽而易待 哎呀 是啊 还说给师姐 一个四品破镜丹的丹方呢 哎呀 算了算了 等他回来再说吧 到时候 五品破镜丹的丹方 也一并给他 三五年的时间 夏居应该得到资源也差不多 到时候 五星的丹方便就可以传授给灵烛云 想想这儿 他便款步上山 山上铁牛一如既往 在那里挖着坑 种着杂草 而夏居愣了一下 笑着说 哎 铁牛师兄好 铁牛缓缓抬头 看看夏居 露出憨憨的笑容 夏居愣了愣 而后走过去 给铁牛擦了擦脏兮兮的脸 师兄 后面这段时间 咱俩就是相依为命了 这丹元峰让 只有你我 夏居笑着说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夏居恢复了之前的一尘不变 要说唯一有什么变化的 就是丹元峰越发的冷清 灵烛云在的时候 还可以和夏居说说话 可是现如今只剩下他和铁牛 基本上就是他说铁牛听 也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但好在夏居不喜欢热闹 甚至是比较喜欢这种清静的感觉 甚至去找铁牛 也只是偶尔的时间 打步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的人 不知不觉里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一百枚五星破镜单 总算是大功告成 穷楼里的夏居 正看着自己手上的丹药 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一次他前前后后 忙活了四个多月 总算炼制成功了 一百枚五星破镜单 不知道这五星破镜单 比四星破镜单 要高多少的价格呀 夏居的心里好奇啊 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上回兑换十多万元宝 已经全数消耗没了 现在的他迫切需要元宝 思教模式对下去的帮助很大 虽然连续经历 二十四个小时的死亡轮回 会让一个正常人的心里 有些阴影 但这种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这种思教模式 开启一次的消耗太过恐怖 两万啊 他迫不及待想要补充一下自己的元宝 离开了琼楼 又和铁牛师兄打过招呼 下缺 静止地下了山 而后他来到了元建宫 元建宫 依旧喧嚣 那平时里 铺旧的平台 天空中偶然会有飞机和人影掠过 看着那一座座建筑 和成群结队的人群 老实讲 在这一个清冷的地方待惯了 还真的有些不大适应 这些太过喧哗的地方 简直就有一些 恍如隔世的感觉 摇了摇脑袋之后 下缺静止地 往一个兑换小屋走去 姓名下无缺 修为神魂境二重 入门时间 九个月十三天 级别 内门 风脉 单元风 贡献点 三十六万两千点 战神宫 试炼次数 零次 神魔之景 试炼次数 两次 蛮牛之洞 试炼次数 零次 熟悉的信息 再一次出现在光幕上 下缺看上钱 上次他保留了 三十五万多的贡献点 现在还没有使用呢 但后来 他一直待在单元风上 看了看 下缺 直接拿出了一枚 五星破镜单 瞬间摆放在平台上 一阵白光弥漫 光幕之上 出现了一行文字 完美品项五星破镜单 可兑换 十五万点宗门贡献值 已为单元风弟子 根据宗主令 单元风弟子贡献单要 贡献值翻倍 为三十万点贡献值 是否兑换 五星破镜单 居然 价值三十万 我了个去 哈哈 一看这个价格 下却瞬间哈哈大笑 四星破镜单 他只能兑换 两万四的贡献值 而这五星破镜单 居然可以直接兑换 三十万一枚 价格提升了十多倍啊 下却瞬间就 哈哈大笑 兑换 兑换 白光一闪 单要消失 贡献值增加了三十万 下却便不再迟疑 直接把剩下 所有的五星破镜单 全都摆放在上面 完美品项 五星破镜单 乘以九十九 可贡献 一千四百八十五万点 宗门贡献值 你为单元封弟子 根据宗主令 单元封弟子 贡献丹药 贡献值翻倍 为 两千九百七十万点 贡献值 是否兑换 近三千万的贡献点 下却的眼睛瞬间明亮 嘴兜里也笑起来 对万 白光又是一闪 玉瓶中的单要消失 下却再看看贡献值 瞬间突破了三千万 双双 三千万的贡献值 那是一百五十枚绝品玄金 一枚绝品玄金 就是一万元宝 这就是一百五十万元宝 终于可以突破到 我也比五了 对换 对换玄金 他大笑开口 下却并不知道 当他开口对换 自己增加了三千万贡献点的同时 在某一座浮风之上 有一位长老正皱着眉头 百无聊赖 看着身前的一个光幕 而那光幕凌空悬浮 若是有人能够看到 必然能够发现 在那光幕之上浮现的 正是对换平台上的 丹药见面 身材微胖的莫长老 呆呆地看着丹药见面 许久之后 长长地出了口气 唉 三个月了 你 你到底在哪啊 他一阵地呢 足足三个月 他明察暗访 几乎将所有可疑之人 全部查了一遍 可是他却没有找出 哪个人才是内门和外门弟子 口中的远大师 这让他心有不甘 所以想到一个 不算聪明的 聪明办法 守株待兔 他弄了一个兑换光幕 在自己的眼前 时时刻刻地盯着 别忘了 他乃是宗门长老 自然有足够的权限 不去兑换小屋 也可以直接兑换 他相信 那远大师 既然兑换了两回 那必然会有第三回 只要他一直暗中观察 必然能够发现 对方的兑换 而在这个时候 确实可以确定 那个人 必然就在远见风上 他只要确定 那个人在什么位置 那这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只是 这一等就是三个月 兑换列表上 根本没有出现 他所期盼的东西 所以 你是不打算继续兑换了 还是要继续等下去啊 长叹一声之后 他下意识地 又朝着兑换单上 瞟了一眼 而就是这一眼 就让他的神情骤然一凝 下一刻眼珠子 都瞪出来了 完美品相的 五星破镜单 一百枚 一百枚 来人 来人 来人哪 他周然站起 而伴随着他的吼叫之声 他身后的浮风 球楼之中 瞬间冲来一群人 这群人有男有女 身形快如闪电 一看都是顶尖的强者 当他们来到了浮风旁边 看到老头模样 都有些发呆 长老 众人疑惑 而胖长老却是脸色一片通红 吼道 去袁剑宫 现在 一群人蒙圈当中 胖长老已经是身形一晃 消失在了原地 其他的人回过了身来 连忙就往传送阵的方向跑去 长老 这是什么 众人一个个摸不着头脑 而就在这一刻 疯狂的不仅仅只有长老而已 袁剑宫也一样陷入了疯狂 袁大师 袁大师又出手了 这次是五星破警单 五星破警单啊 数量有一百枚 有人从兑换小屋里出来 脸红耳赤的大声吼叫 什么 五星破警单 还足足一百枚 这声吼叫 瞬间让整个袁剑宫安静了下来 自从袁大师半年前 第一次投放丹药之后 这袁剑宫的人气就一直居高不下 比往年都要多上几分 但凡对破警单有渴望的 身上又有足够贡献值的人 都会经常来这里撞大运 看看自己是否有机会 能够爆棚 买到袁大师的丹药 而就在此刻 就有一声大吼 安静了小许之会的袁剑宫 又瞬间沸腾 我停留在神魂镜族族二十多年了 这五星破警单我要了 滚开 让我进去 五星破警单 袁大师的五星破警单 我要了 一个个神魂镜的弟子已经疯狂 朝着兑换小屋而去 眨眼之间这广场上的小屋 瞬间就被霸占满了 更有人冲向了其他地方的兑换小屋 该死 我 我没有贡献点啊 当然 还是有人 没有动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兑换点 此刻袁大师发布了丹药 让现场的所有人羡慕的流出了一脸的鼻血 但是 又无法争取 我 我也没有贡献点啊 要不然 我也不会跑出来了 很消息的那个人哭散着脸 这话让众人不由看向了他 而后睁大了眼睛 一个个苦笑出来 这家伙运气很好 正好碰到袁大师的丹药发放 但若是没有一点贡献点 那么 就只能够退出来 五星破警单 现在袁大师都能练出五星破警单了吗 那四星破警单呢 那冰心单有没有 有人羡慕地看着从兑换小屋里冲出来的人 好奇地大声询问着 我就看到了五星破警单 四星破警单似乎没看到 冰心单则没有注意啊 那你怎么确定那破警单是袁大师的手臂啊 有人瞬间迷惑了 众人也是一呆 对啊 你都没有丹药 怎么确定是袁大师的手臂呢 甚至就连别人都呆愣住了 而后挠着头说 其实我也不确定啊 不过那五星破警单 可是完美品项的呀 咱们洛建宗 出过除了袁大师炼之之外的 完美品项单吗 呃 这倒也是 这话说的也是 这话说的也是 洛建宗所有的丹药都是从外面购买的 这对门下弟子来说并不是秘密 但是玄力单这些好东西还好说 破警单这种东西 人家肯卖给你就不错了 哪里会卖给你完美品项呢 也就是说 袁大师的丹药出现在宗门 众人才见过完美品项的丹药 众人还没有意识到 正是因为袁大师出品的所有丹药 都是完美品项 不知不觉当中 在他们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怪圈 奇怪的现象 似乎完美品项就等于袁大师 而袁大师出品就等于完美品项 这也就是那个人 之所以在对话表中 看到五星完美品项破警单几个字 就下意识地认为 这是出自袁大师之手的原因 五星破警单 完美品项的五星破警单 骆长风 你小子六月初一的时候 抢了一枚破警单 还嘲讽老子 现在呢 突然旁边有一个兑换小屋推开 一个狂小的声音突然响起 然后一个高大的青年男子 便从里面走了出来 众人扭头看了过去 那是御龙峰的一位内门师兄 好像姓龙 五星破警单 走门价格得六十万的公献吃吧 这么有钱啊 龙师兄 这五星破警单 真的是出自袁大师的手笔吗 又似乎很熟悉 那位龙师兄的弟子 连忙凑了过去 龙师兄看上去 心情相当的不错 闻言之后 他哈哈大笑 点头说 不错 正是出自袁大师手笔 说完只见他的手一推 瞬间一枚白光温润的 五星破警单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上 一阵浓郁的药香味弥漫出来 但所有的人都朝着丹药看去 以他们的目力虽然没有靠得太近 但是一眼还是看到了 在这个丹药之上 歪七扭八 写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原字 那确实就是袁大师的亲笔签名 没想到 袁大师居然还会炼制五星丹药 而且还都是完美品项的 那 那袁大师到底是几星的炼药师啊 对啊 这太强了吧 众人轰然 在心中不由自主 对那袁大师 浮现出了强烈的崇拜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人 就从兑换小屋中走出来 发出一阵阵的大笑声 那是兑换到了破镜丹的人 破镜丹对一个宗门来说 永远都是需求量最大的丹药 就洛建宗而言 五星破镜丹的需求 实际上丝毫不比四星破镜丹要少 没有别的 只因为绝大部分的外门弟子 其实都是神魂境 而内门当中 也有一大批的弟子 出于这个境界 但是五星破镜丹呢 一直都是宗门当中 极具稀缺的东西 正常情况之下 宗门每年 也只能够下发五十枚 而今年发的更少 才只有三十枚 没有人知道 在这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内门弟子想问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去问 没想到今天 竟然足足有一百枚 五星破镜丹 啊不 还是完美品相的 投入其中 这下子 让大家瞬间就爆炸了 无数停留在神魂境多年的人 为之疯狂 此刻的原剑弓 早就是人声鼎飞 有人兑换到了 放声大笑 兴奋不已 有人却是垂胸顿足 因为贡献值不够 兑换一枚五星破镜丹 则是需要五十万的贡献点 而五十万的贡献点 对于内门弟子来说 也不是个小数目 而就在原剑弓陷入一片沸腾 众人议论纷纷之时 忽而一阵白光闪现 在传送阵的方向 来了形色匆匆的一群人 把传送阵封闭了 一个苍老的声音 带了几分急切的开口 这个声音 一下子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而后一个个都带着些许的惊鹅 那 那是谁啊 看这穿着 好像是宗门长老呀 封闭传送阵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外门弟子都有些懵 他们不认识 这个微胖的老头到底是谁啊 但此刻在这里的内门弟子 却都认识 啊 那是宗门的墨长老 支掌金玄芳 金玄芳 有人则是一脸懵 三十六芳当中 似乎没有金玄这么一芳啊 金玄芳是空中十三伏芳之一 主要管理我洛建宗后勤事宜 比如初宗采购丹药玄器 都是由莫长老管理 每年六月发放丹药 也是莫长老制定的 这可是我洛建宗第五位长老 位高权重 平时几乎不露面的 今儿怎么来这儿了呀 他来这儿还封闭了传宗阵 这是要封锁原建宫 这要做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莫长老 负责支手传宗阵的一杆洛建宗弟子 也有些惊恶 看下莫长老 还不快封闭 看到白光不停闪 一直有人进出的传宗阵 莫长老皱眉喝道 啊 是 那些弟子相视一眼 却不敢再多问什么 而后 只见他们从怀中取出一件事物 朝着空中一抛 瞬间七彩光滑闪烁 紧接着将大片的传宗阵笼罩 白光便就不再闪烁 而刚刚从白光中走进来的一杆弟子 瞬间就有些发懵 有些懵呆的 站在七彩玄光当中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莫长老见传宗阵被封闭之后 这才是长长出了口气 他抬头看向了袁建宫 一个一个神情惊恶的他们弟子 想了想之后便大声说道 大家无需担心 只是找一个人 正在袁建宫中的门人弟子 即刻前来广场集合 声音温和 极为宏大 瞬间传遍了整个庞大的袁建宫 袁建宫各个角落 瞬间就听到了这个声音 那一个个建筑当中 此刻正有不少人 要知道 袁建宫不单单是兑换平台 更是外门弟子听课的场所 此刻袁建宫中除了大量的弟子之外 还有不少前来授课的各封长老也在其中 这突如其来又极其宏大的声音 瞬间打破了正在授课的老师 一个个莫名地抬起了头 而下方正在听课的大部分都是外门弟子 当然也有少部分内门弟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让我们出去集合 是门中长辈吗 一个个外门弟子开始嗡嗡地议论 这一座座建筑就是一个个巨大的课堂 除了听课的弟子 主座上还有讲课的各封长老 此刻那些弟子也都看向了各位长老 善修远今天也在授课 他听到如此宏大的声音 表情略微的一愣 看到下方一个个弟子抬头看向他 沉默一下之后 这才开口说道 听声音 当为纵门墨长老 他让大家集合 可能是有什么事吧 今天的课暂时想到这儿 大家出去看看吧 说完这句话 只见他身形一动 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众多弟子这才慢慢地回过了神 也连忙站起了身子 向着外门走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哎呀 一直在听课 鬼知道发生了什么 众多弟子正在议论 善修远的身形漂浮在空中 神石一早 瞬间就发现广场的情况 这让他的眉头 紧紧地骤起 真是莫长老 连传送阵都封闭了 莫非是出了什么大事 他一想着 只见在空中一道身影 飘然过来 这是一个女子 善师兄 女子看到善修远 打了声招呼 原来是洛师妹 善修远认出 这个女子乃是智赤风的一位长老 莫长老封锁了传送阵 还让弟子们集合 你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洛师妹点了点头之后 有些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但是既然封锁了传送阵 显然并不是小事 过去看看吧 洛师妹愣了一下 而后点了点头 两人也加快了速度 很快善修远 就来到了广场 然后看到莫长老 正猝着眉头 看着前方汇聚了不少的弟子 而在莫长老的身边 已经有好几位 今日授课的其他风的长老 赶到这里 莫长老 莫长老 善修远和洛师妹 朝着莫长老打了声招呼 也落在身旁 莫长老微微点头 但目光还是扫视着一群弟子 你突然封闭传送阵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善修远有些好奇地开口询问 莫长老轻轻点头 而后又摇了摇头 是有些事 不过再等等 玄长老快来了 众人听到这句话 瞬间就是一惊 玄长老也来了 这让大家一阵的惊恶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竟然还惊动了两位长老 一个个都带着些许的迷惑 并没有多久 忽而移到白光 在莫长老的身边闪过 白光一过之后 一位清爵老者 悄然出现 见过玄长老 顿时善修远等一干各风脉的长老 全部藏着玄长老攻身行礼 玄长老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才看向了莫长老 而后皱眉 你在搞什么名堂 突然封锁传送阵 又叫我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了 师哥 莫长老朝他行礼之后 忽而易招手 一片白光闪过 将两人笼罩其中 声音瞬间就无法传透丝毫 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光是那个光照就隔绝了一切的声音和所有的神识 但是却依稀能够让大家看到两个人之间的表情变化 只见玄长老开始的时候 表情还有些疑惑 也有着些许的不悦 可是听了几句之后 忽而易瞪眼 仿佛十分的吃惊 他又询问了一番什么 莫长老给予的答案之后 他的脸上却在此刻浮现出了些许的迟疑 带了几分疑惑又说了几句 只见莫长老又低语几声 玄长老的表情略为凝重了些许 醋眉沉默 莫长老此刻又说了些什么 玄长老神情略为有些动摇 到了最后 玄长老轻吐一口气 轻轻的点头 似乎他被莫长老说动了 莫长老这也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又和玄长老低语些什么 玄长老一直听着 而后微微点头 旁边的诸多蜂脉的长老 以及集合起来的弟子 一个个都有些摸不清楚头脑 完全不知道这两位宗门内的长老 在说些什么又打算些什么 片刻过后 莫长老再次的挥手 那个光照消失 莫长老看向了人群 便也没有再说话 广场上的诸多门内弟子 则是一个个精神一阵 抬头看向两位长老 玄长老沉默了些许 目光朝着众人扫去 普通弟子并没有什么感应 但是 珠峰的长老却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神石 从玄长老的身上弥漫 笼罩了整个袁建峰的广场 诸多长老的心头也是为之一缠 动用如此之神石 是在寻找什么呢 他们惊悚 而此刻 玄长老突然开口 他指向了人群中的 他接连指了二三十下 没指一下 人群中就有一名弟子 被光华所笼罩 宣长老此刻开口说道 所有人听得皆是有些发懵 尤其是那些 被光照所笼罩的弟子 更是一个一个 有些懵缺 脸上露出了几分慌乱之色 完全不知道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长老 这些弟子怎么了 善修远的心头一惊 他自然也察觉到 宣长老刚才恐怖的神石 只是不知道 对方在找些什么 但此刻开了口 显然是找到了 可宣长老文言 却是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平静而宽慰地说 大家都不要胡思乱想 并没有什么大事 这个 我留下这些弟子 也是想问他们几个问题罢了 行了 都先散了吧 宣长老的解释 并没有让大家的心头释然 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充满了更多的迷惑 惊动两位长老 没有什么事 这话谁会信呢 但此刻宣长老已经下了命令 甚至让身后负责管理传送阵的弟子 暂时解除了传送阵的封印 不过特别交代了 只是解除出去的封印 并未解除进来的封印 故而没有弟子再能够传送进来 没有办法 弟子们一个个余贯地向着传送阵走去 在那不断闪烁的白光当中 众多弟子开始不停地消失 二位长老 这到底怎么了 有其他丰脉的长老 现在也忍不住了 凑上前来询问 真没什么事 你们也无需过问 你们今天也散了吧 今天的课留到明天再说 玄长老安抚着他们 但是这个安抚的效果 确实不怎么样 只是玄长老和墨长老 都是宗内当中真正的高层 一个是第三位的长老 一个是第五层的长老 他们的地位和诸多的封主相当 甚至还要比封主更高一点 在宗中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这些诸峰的长老们 自然是要以他们的话 马首是瞻 也能够感受到 两个人现在 根本不想再多说些什么 于是他们也只有轻叹一口气 躬身领命之后 纷纷地就朝着传宋镇走去 传宋镇有许多个 使用起来极其的方便 广场上的人 也在不停地向着传宋镇举拢 莫长老玄长老 则是抬头看着远处 时不时的还会有人 从原建功的方向汇聚而来 一般弟子都感应不到的是 在这过程当中 玄长老莫长老 一直用自己 堪称恐怖的神石 笼罩整片广场 包括那些后面赶来的弟子 都在他们笼罩的范围里面 莫长老玄长老一直没有说话 这些弟子也是摸不着头脑 尤其是后面所出现的弟子们 当看到广场上 一个又一个被光华笼罩的身影 表情忐忑当中 也站在光华里不敢乱动 大家傻眼了 这是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大家一个又一个的蒙圈 开口询问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 但宗内来了两位长老 留下了那些光华中的弟子 让其他人离开袁建宫 今日袁建宫封闭了 刚才在广场上的弟子 低声告诉后来的人 这些人做了什么 竟然一下惊动了两位长老 后来的人莫名有一些惊悚 不知道 不要多问 朱峰长老都问了 但玄长老并不打算回答 咱们还是先出去再说吧 感觉好像出了大事啊 有人低声的说道 众人的心头为之一颤 而后世连连的点头 也不多言 跟着人群 就开始向着传送镇走去 袁建宫的人气太高了 日常已经有好几万的人 在袁建宫此刻离开 更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不知不觉 绝大部分的门内弟子 全部都通过传送镇离开 而袁建宫也罕见的变得冷清 这个过程里 不仅仅有从其他地方赶来的弟子 还有一些从兑换点走出来的弟子 不过从兑换点走出来的弟子 只要修为超过了神魂境 全部都被玄长老一指留在了原地 当脑海中想起玄长老 让他们暂时停步的消息之后 这些弟子则是神情发生 人走的越来越多 在建员工的广场上 现在留下了上千个 被玄长老留在光团里的人 当最后一个弟子 走出了传送镇之后 玄长老忽而扭头说 你们也离开吧 这次所说的是那些负责传送镇的弟子 那些弟子呆愣了一下 但是随即却也只是公身领命离开了 你们也去封上等我 莫长老忽而开口 却是对着他身后带来的那些人说道 那些人更是莫名 但也只能够听命 公身离开 原建公广场就只剩下了 玄长老 莫长老 以及一大群 笼罩在光团中的弟子 这群弟子的数量 也超过了上千人 可然后 玄长老和莫长老也不说话 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站在原地 让这上千名 心头忐忑到极点的 各位弟子们 彻底的梦劝了 却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原建公的一杆蒙逼弟子来说 还在兑换点的夏缺 自然现在对小屋之外的事情并不了解 莫长老的声音还传不到小屋里来 此时夏缺一脸满足 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 宿主 夏缺 后天 职业 炼药师 五星 修为 后天神魂两重 战体 一品金屋战体 元宝 一百五十一万 四个月的时间 一百枚五星破镜单 换取三千万贡献点 兑换一百五十枚绝品玄精 换成了一百五十万元宝 再看VIP等级 过真突破到了VIP五 又一个VIP等级大礼包下发 而当夏缺看了一下 VIP等级大礼包之后 笑得合不拢嘴了 莫取 仙天战体生品单一枚 莫取 超级经验单三枚 莫取 高级技能单三枚 莫取 五倍经验单三枚 莫取 器命精神仙天一枚 莫取 VIP超级抽奖资格一次 莫取 黄金十万两 仙天生体单 仙天替命精神 这回终于来了仙天的东西了 而且还有一次VIP超级抽奖的资格 上次VIP抽奖 他可是得到了一个神界的东西 虽然因为那个东西 夏缺莫名其妙地死了一次 而且到今为止 他也没有弄明白 所谓的兵子秘籍残片 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但既然这东西是神界物品 光用想想就知道一定不凡 现在的确搞不清楚 但是这是因为他等级太低 照目前这个发展的趋势来看 总会有朝一日搞清楚的 反正VIP等级抽奖 这就是个好东西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还有那高达150万的元宝 还能买到很多很多的好东西 甚至就连他一直眼馋的傀儡分身 也就差50万就能买上了 那可是多出了一个 凡街巅峰修为的分身来 凡街巅峰 那就是踏天井 夏居心头振奋 甚至忍不住舔了舔舌头 毫无疑问 这块150万的元宝砸下来 他看着这真真切切的数据 简直就是要乐翻 先回去升级研分九小点去 这次的收获 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 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块 很多的东西 他都可以去实施了 果然啊 可今可改命 古人是成不起我呀 带着这样的笑容 夏居关闭了数据面板 更多的他打算回到丹元峰之后 再好生的研究研究 看了一眼眼前的光幕信息 夏居微微一笑 而后收回了舰令 转身准备离开兑换小屋 走出平台三米范围之后 出现了一道光门 他静止的推开向外走去 然而才刚刚的走出兑换平台 抬眼一看 他就呆住了 热闹至极的袁建功 此时此刻呈现出了无比的敬意 而更让他感觉到惊愕的是 就在他的眼前 一道又一道的光滑 笼罩着一个又一个洛建宗的弟子 这些洛建宗弟子站在原地不动 表情却是相当的忐忑 这 夏居原本带着微笑的脸上 瞬间收敛起来 微微的醋眉 而就在此刻 忽而他的眉心一热 感觉到眉心当中的三目金蝉神木 震动了 啊 这让夏居莫名其妙 不知道这三目金蝉神木怎么了 而后他就感觉两道目光 骤然向他射来 而当夏居看到这两道目光之时 他的身子也是一僵 那 那是玄长老 随即他看清楚了 一道目光的主人 竟然是他入门的负责主持大典的 那位玄长老 错愕中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忽而他又看到了玄长老手指一点 瞬间夏居的头上 也和周围人一样 出现了一道光滑 这让他有些懵圈啊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须心慌 我乃洛建宗长老 玄千道 一个声音在夏居脑海中响了起来 夏居一呆 也尝试着弓身道 见过玄长老 玄长老的声音响起 对方果然是听得见的 玄长老 这是 夏居摸不着头脑 没什么 问你几个问题 你如实回答即可 玄长老回答 夏居一呆儿后说 是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一蜂脉上的弟子 玄长老的声音响起 夏居先是一愣 而后老实地说道 玄长老 玄长老 弟子夏无缺 那是丹元峰修行的 丹元峰 而当听到丹元峰三个字 玄长老突然惊疑一声 片刻之后他又说 我想起来了 我记得你 你是今年刚刚入门的新弟子 突破百层炼新入门的两人之一 不错吧 夏居和玄元峰突破到了百层炼新 在入门大典之时 还专门被人叫到了玄长老的身前 此刻玄长老显然是认得出来 是的 夏居自然是不会否认 你去了丹元峰 远处的玄长老眼睛微微的一眯 是 夏居再度回答 玄长老沉默了一下 片刻之后才说的 如此说来 你对炼药一道 颇有造诣了 玄长老挠了挠头 还行吧 炼之四星 五星破镜丹 以及冰星丹 都是完美品相 你这炼药一道 可不是一句还行 就可以说得过去的 玄长老的声音 果然带着一丝笑意 夏居也是一呆 被发现了 不是说兑换东西 宗门的人不知道的吗 但是听玄长老这个口气 显然已经笃定了 忘了个去 夏居的眉头 微微皱起 老实讲 他现在还真的不太想暴露 理由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过对方 已经说得这么清楚 很有可能已经知晓了 自己所兑换的东西 再否认 还有什么用 想到这儿 他只能无奈的一探 哎 家老 您都知道了 因为隔着比较远 所以夏居并没有发现 当他说完这话之时 远处的玄长老 倒吸一口凉气 那么玄长老 真的确认夏无缺 就是袁大师了吗 答案是 当然不确定 要是确定 他怎么会如此精恶呢 要知道 无论他还是莫长老 真的没有办法知晓 门内弟子在兑换平台的 只有镇灵 而镇灵只听宗主一人的命令 洛建宗守护一门 一切弟子的秘密 是一种综艺 真以为 这只是说说而已的吗 那么玄长老 为何会说这样一句话呢 很简单 他就是要炸一下 试探试探 事实上 如今站在这里的 诸多袁建峰的弟子 玄长老几乎与他们 所有人都打过话 当然 看上去询问的 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但其实这就是一种试探 为什么 要把这么多人留在这呢 原因有两个 其一自然是因为 玄长老和莫长老 都不确定谁是袁大师 需要一个又一个去试探 从中找出来 第二则 则是一种保护手段 玄长老 莫长老 不希望他们再找到 袁大师的这件事情 让别人知晓 原因呢 莫长老和玄长老 对话当中 就给玄长老说的很明白 宗内 有居心叵测之辈 接连去算计真传弟子 能够掌握真传的动态 可见这个人身份不俗 而现在他们还真的没办法揪出那个人 洛建宗最大的短板 就是没有炼药师的传承 这严重治过了洛建宗的发展 如果让那个人知晓 袁大师就在洛建宗的弟子之中 甚至知晓了袁大师的身份 那么袁大师毫无疑问 就将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因为那居心叵测之人 绝对不会放过这么一个 可以炼制四星完美 破镜丹 以及冰心丹的存在 将洛建宗最大的短板 直接给补上了 所以玄长老故作神秘 留下不少门内弟子 通过神识和每个弟子对话 说的都是奇奇怪怪的话 又不告知朱峰长老 他和莫长老来这儿的真正目的 让人是云里雾里 这一切啊 其实为的就是混淆视听 玄长老试探的人当中 可远远不止下缺一个 可为何面对下缺 竟然直接说出了破镜丹和兵了 完全没有必要私下卖给门下弟子 我毕竟是五星链钥匙 想来宗门也不会逼得太紧 就是今后 哎 大概率是难得清静咯 夏缺在心中想着 他自然不知道 其实他袁大师的身份 完全是被炸出来的 他要是知道 估计就得被气得吐血 但是没有办法 谁让夏缺早就已经先入为主了 认为洛建宗 所谓保护弟子秘密的话 只是一个幌子 从一开始的认知 就出现了错误 如今被人轻易的炸出来 那也没有办法 但等了半天 还不见玄长老说话 夏缺不由迟疑一下说 玄长老 还在吗你 又沉默了一阵之后 他听到玄长老 有些凝重的说 你即刻回丹元峰 说完之后 不等夏缺回应 就听到玄长老宏大的声音 好了 没其他什么事了 大家都回吧 这一次 玄长老是直接对所有人说的 袁建宫所有人都能听到 众多弟子也有些发懵 然后他们发现 自己身上的光滑 现在全部都已经消失了 身旁的莫长老 很显然还没有弄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 顿时一呆就看下了玄长老 怎么了 他传音 玄长老深吸一口气 而后低声说 找到了 找到了 莫长老骤然瞪大了眼睛 而后在他的眼中 瞬间浮现出了一片的兴奋 在哪 莫要声张 去丹元峰再说 玄长老低声说道 丹元峰 莫长老一呆 丹元峰 他自然知道在哪 说起来这丹元峰 按说应该是他直接领导之下的风脉 毕竟他金玄峰负责管理 洛建宗的后勤事宜 丹元峰本就属于洛建宗的丹元 只不过十年前的一场大爆炸 让丹元峰的人几乎都死光了 而现在 玄长老让自己去丹元峰 莫非 那袁大师和丹元峰有关 林竹云那个丫头 他简直就是不敢相信啊 但看到玄长老已经转身进入了传送阵 莫长老不再耽搁 连忙就追上前去 传音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呀 先去丹元峰再说 白光闪过 两人消失了 当两位长老相继地消失在传送阵 留下来的弟子这才嗡嗡地议论 你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啊 就知道玄长老刚才问了我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对呀 究竟是什么情况呀 袁建功被封闭了 现在两位长老莫名其妙又走了 什么情况啊 人群在嗡嗡地议论 而夏雀则着实有些发懵 当听到周围的嗡嗡议论声之后 他突然惊愕地眨巴了下眼睛 半天之后这才咽了下口水 我莫不是被炸出来了吧 夏雀表情抽搐 片刻之后咪咪嘴 也走向了传送阵 当夏雀踏上传送阵 一阵白光闪过 自己出现在单元峰山脚上的时候 他的表情瞬间一抽 因为就在他的身前 两个老头正眼睛发亮地盯着他 那个眼神如同看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美女 这让夏雀的心头一阵地发毛 大眼瞪小眼看了大半天 所以我是被炸出来的 我 好 宣长老略微愣了一下 随即仿佛是明误到了什么 眼睛微微一眯 如果你是在说 有关袁大师的身份的话 是的 夏雀脸皮瞬间一抽 咬牙说道 所以你们真不知道我在兑换平台 兑换了什么 宣长老坦然点头 笑道 保护门下弟子的一切秘密 是我洛剑宗的第一总义 所以除了阵灵 的确没人知道 你兑换了一些什么 那你们现在这行为 算不算打探门下弟子隐私啊 夏雀吞咽个口水 心如死灰 却还是忍不住的说 严格上来说 算 宣长老想了一下之后 点头说道 夏雀脸皮子微微一抽 片刻之后 他才叹了口气 好吧 两位长老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和功夫来找我 为的就是我身上的单方是吧 行 我愿意 我愿意把单方贡献出去 说到最后 夏雀表情颓然 听到这句话 玄长老倒是一呆 而后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 你难道以为我们找你是为了你的单方 夏雀一呆 而后皱眉 不仅仅是为了单方 那还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 玄长老此刻突然笑了 但说出的话 什么都不要 玄长老又是笑着点了点头 您确定 玄长老又点点头 那你们耗费那么大的功夫 又封锁元建功 又是刺探的 又什么也不要啊 夏雀有些搞不明白了 其实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为了找出你来 玄长老想了想之后 如此说道 夏雀则有些发懵 就是为了找出我来 具体的 你听莫长老跟你说吧 玄长老指了指旁边 一直没有说话的 威胖老头 夏雀不由看了过去 却见威胖老头 一直看着夏雀 当夏雀眼睛看过去之后 威胖老头 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表情满是惊叹 真是没想到 练着出五星破镜丹的袁大士 竟然本身 只是一个修为 刚刚到神魂境的小鬼而已 夏雀一呆 脸皮子也是 微微地一抽动 让您失望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失望 不 恰恰相反 你太让我惊喜了 微胖长老 哈哈大笑起来 神魂境 就可以炼制 完美品相的五星破镜丹 你这炼药天赋 纵光我天难欲 不 甚至是放眼 整个修行世界 怕也难出第二个人来 如此天才 在我落剑中 我怎会失望 高兴还来不及 啊 哈哈哈哈 突如其来的大笑 则是笑得下屈 有些摸不着头脑 墨长老 说正题 就是旁边的玄长老 咳嗽了一声 提醒说道 墨长老这才一呆 连连地说 哦 对 对对对对 说正题 他也咳了一声 然后收敛表情 这才看得下去 笑着说道 首先 你放心 啊 我们这次找你呢 绝不是要求你 贡献你身上的秘密 呃 你若是自愿 把丹方贡献给宗文 那是你的事 我们绝不强求 事实上 我们希望你别这么做 毕竟 无论是四星 还是五星 破镜丹的丹方 甚至是那冰心丹的丹方 都极端珍贵 啊 呃 你自己好好保存就行 只是第一句话 又让下屈呆住了 而后 更是意外地看下了他 然后墨长老 接着笑道 有关你的过往 你身上的秘密 也完全不必告诉我们 不管你过去怎么样 但是既然你入了 我洛建宗门 便就是我洛建宗的弟子 除非你今后有叛宗行为 否则 洛建宗不会逼迫你 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一点呢 你完全可以放心 这两句话 让下屈原本有些紧张的眉头 瞬间舒展开来 不知为什么 简简单单两句话 却让下屈感觉 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定 而这一次 不惜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找你 其实啊 是我个人的主意 呃 因为我想要确定 你是否真在我洛建宗内 又是否 真是我洛建宗弟子 说到这里的墨长老 轻叹一声 唉 你入门也有一段时间了 想来也知道 洛建宗现在的局面 论战斗 论功法 嗯 我洛建宗不输任何人 可就是因为丹药上的缺失 让我洛建宗弟子 行走在外 却是处处受到情致 说到最后 他的牙关甚至都咬了起来 可见这件事情 的确是他心中的一根刺 下屈的眉头微微促起 似乎有些疑惑 为何丹道不行 要在外收到质肘 而墨长老似乎看出了下屈的疑惑 仔细地解释了一番 简单说起来 就是因为洛建宗所有的丹药 都是从其他宗门购买 这就叫有求于人 因为你有求于人 在很多时候 人家就会拿捏你洛建宗 计讽 嘲笑 那都是常有之事 下屈文言这才恍然 所以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 你是否真实存在 哪怕明明可以看到你 一次次地投放丹药 但是 没见到你人 我心里始终难安 可如今见到了你 确定了这一点 便依然足够 墨长老最终 一脸感叹地说着 而看上去 似乎见到下屈之后 他就真的满足了 呃 下屈呆愣了片刻 这才说 原来如此啊 不过 心中却还是有些疑惑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听说 连远简宫都被封闭了 只为是见到自己一面嘛 这总感觉是怪怪的 但墨长老都这么说 下屈也不能够再多说什么 想了想之后 好吧 那如今墨长老 你们也见过我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墨长老玄长老 相识一眼之后 墨长老轻吐一口气 表情变得严肃 接下来 选择权在你 啊 下屈有些疑惑 看下了他 什么叫选择权在我 什么选择 其一 但是一切照旧 我们不会将你 袁大师的身份公布 你也依旧 就在这单元峰修行 就当今日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除了我和 玄长老之外 也不会再有人 知道你的身份 这句话 让下屈 微微的一正 眨巴了一下 自己的眼睛 下屈 略微有些惊讶的 也眨巴了一下眼睛 你入门大半年 曾两次在镇灵处 兑换四品破镜丹 数量不少 但实话实说 就算你是 单元峰弟子 在镇灵处兑换 丹药 所得贡献点 是其他丰卖弟子 所得两倍 但是 也远远比不上 直接和门中弟子 交易的 来得多 我听说 你的四品破镜丹 在十海镜弟子处 已经被卖到 四十万贡献之一枚 还是有市无价的地步 如果说第一次 你不知道破镜丹的行情 从而选择在镇灵处兑换 倒还有情可原 可是你之后 又接连两次 都是在镇灵处兑换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的破镜丹 在外面的价值 但你依旧选择 在镇灵交际 所以 你应该是没有打算 暴露自己的炼丹之能 是吧 莫长老微笑地询问 下缺呆愣一下 而后无奈地总监 笑着说 的确是没打算 太早地暴露过 不过 说着 下缺眼神 略微有些忧怨地 看了玄长老一眼 还是太年轻啊 社会太险恶 经不住炸 他现在 也是极其内疚地 在心中反省着 玄长老则是对着下缺 微微地一笑 一派先锋 倒鼓之味道 这是第一个选择 就是考虑到你个人意愿 我们不会勉强 你一定要去做什么事 只要你愿意 你依旧可以 过你之前的生活 我们可以保证 我们可以保证 会对宗门宣布 你袁大师的身份 第一句话 便让下去的眉头促起 然后又略微地舒展 听着他继续地往下说 你今天兑换了100枚 五星破镜丹 得到了超过3000万 贡献点的丹药 而按照门规 只要你对宗门的贡献值 超过10亿 就可以拥有 真传候选的资格 以你如今的贡献值 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介于你 炼药师的特殊身份 又能炼至五星破镜丹 我和玄长老 可以召开一次长老会议 应该大概率可以通过 嗯 便是 取你一个真传候选的身份 从此 你便就是我洛剑宗 真传候选之一 可入福封 而莫长老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夏雀 直接有些发懵 真 真传候选 夏雀的嘴巴都惊到了 他知道 夏雀现在 入门也不过大半年的时间 对门内的情况 差不多弄清楚了一些 这其中 就包括真传弟子的一些情况 洛剑宗的真传弟子 那个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子 在门中地位极高 可以说是除了宗主之外 就是真传 宗内长老的地位 都比不上真传 如果要真的成为真传 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当然是 要天赋和修为极高 甚至达到妖孽的程度 这才有可能成为 洛剑宗的真传 其次 要对宗门有极大的贡献 最后 你必须得到宗主的认可 若宗主不在 则必须由大部分宗中长老 认可才行 如今洛剑宗 共有八位真传 这八位真传 占据了空中 十三座悬浮中的八座 而且他们在整个宗门里 有着极高的权力 比如宗主不在的情况之下 甚至可以在某些时候 代表宗主的意志 而在外面 可以直接代表 洛剑宗 或者说 他们其实就是 整个洛剑宗年轻一辈的 具体代表 其他宗门 对洛剑宗的第一印象 就取决于这些真传 成为真传之后的好处 自然是无需多言的 位高权重 这是最寻常的一点 宗门的一切传承 对他们来说直接开放 甚至于 用来奖励贡献点排名第一的 魔神殿的参务资格 对他们来说 却没有任何限制 想去就去 什么时候都能去 宗内一切试炼之地 对他们来说 也没有次数限制 兑换平台上的东西 除了天阶以上的玄器之外 其他的东西他们想拿 都可以直接使用 无需再提供任何的贡献点 他们极端自由 想要去哪去哪 事实上宗内的真传 十有八九都不常在宗内 他们总之是好处大大的 当然想要成为真传 那不是容易的事 要真的成为真传之位 首先最起码 你首先得有一个 真传候选的身份 而这个真传候选的身份 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获得 一般来说 真传候选的身份 有三种获得渠道 第一种 自然是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修行提升上去之后 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有这种可能 战神功试炼排名 目前就在于此 据说 若是能够连续地霸占第一名的位置 达到三年的时间 就可真正的获得 真传候选的资格 第二种呢 则是有特殊天赋和血脉的人物 就会直接成为真传候选 而这种天赋血脉 一般来说 都是极端逆天的存在 比如先天道体 这种天骄一旦出现 会瞬间吸引无数的关注 自动获得真传候选的资格 而第三种 就是要具备足够特殊的才能 对宗门有过极大贡献和影响的 比如炼气 再比如振欲 又比如炼丹 而毫无疑问 现在的下缺 就属于第三种 它表现出了足够出色的 丹道能力 要知道丹药 那是和修行 最为息息相关的存在 比之辅助战斗的玄气 和振欲而言 丹药 那可是直接提升自身修为所用的 更为关键的是 洛剑宗 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丹药传承 现在的下缺 在洛剑宗 那就是独一份啊 以他这种 可以炼制 五星完美品相 破镜丹的能力来说 获得一个真传候选的身份 的确并不意外 当然 获得真传候选的身份 并不代表就一定会成为真传 想要成为真传 还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考核才行啊 但凡是一项不通过 你就直接失败 毕竟真传之位事关重大 不客气的说 这关系到一宗的未来 自然是再小心不过的事 听林竹云曾经说过 数百年下来洛剑宗 新成就的真传只有两个 一个是月清城 一个是云无霜 宗门每十年 就会召集十年当中 获得真传候选身份的弟子 进行一次真传考核 但数百年下来 新进的真传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真传弟子的位置 可以坐两千年 两千年之后 真传弟子自动退位 洛剑宗传承一万六千年 真传弟子共计八代 到这一代 则是第九代 但在修行世界 这样的危险世界之中 在位期间死去的也不在少数 再加上寿源枯竭的 具体现在几代真传当中 还有多少人活着 谁也不知道 因为那些还活着的人 寿源也到了快枯竭之时了 要不就是正在避死关 来减缓自己受缘的流失 要不然就在外面的世界 寻找突破境界的机缘 除非到了宗门覆灭的关键时刻 否则对于他们来说 基本是不会露面的 以上便是夏缺 在这段时间 对真传弟子的一些了解 而现在 莫长老说 要给他一个真传候选人的身份 虽然只是一个真传候选而已 确实让他傻了眼 要知道 他现在只是内门弟子而已啊 甚至入门才有大半年的时间 真传候选人 难道再重要 终究也只是辅助手段而已 说到最后 玄长老眉头微醋 甚至有些语重心长的一位 真传弟子大都是先天生灵 他们亲自指点 这要换成另外别的人 早就激动的全身发抖 而玄长老说的也很正确 普通之人就算是到了踏天境 也只有一千寿元 一千年之后 你再经验 你再是绝才 也终究难逃时间的毒手 突破先天境界 寿元再增加一千年 修行之路 不就如此一步步的攀升 最终达到长生九世的目的吗 丹道再厉害 但就算是超越了九品丹药 也不可能永远无人死去啊 但是修行却能做到这些 所以说到最后 一切的根本还在修为 再怎么说 丹道也只是让你在修行的途中 能够走得更加顺利一些而已 宣长老说这话 似乎是在担心下缺走上歧途 将丹道作为自己的道 反而将本该修为看得不那么重 从而本末倒置 可自家人知道自家的事啊 指点 下缺表示啊 他升级 不需要顿悟 也没有什么迷途 他只是要海量的经验罢了 只要经验到位 分分钟给你搞个事来倒过去 最吸引先天强者的指点 在下缺这儿 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至于说墨长老说的那些东西 是连次数 嘿 下缺随随便便练上一次单 赚取点贡献值 就够他用一辈子了好法 比如这回 三千万的贡献点啊 这要全部用来闯战神功 那得闯三千次 那得多久啊 当然 贡献点是有用完的时候 但是他可继续练单 卖啊 赚取贡献点 对现在的下缺来说 简直是不要太轻松 唯一让他有点惊奇的是 也就是神魔店的参悟资格 仔细的想了想 下缺感觉自己身负系统 系统里面有功法 战技之类的 他现在对此还没搞明白呢 哪还有什么心思 去参悟这参悟那呀 而且他还听说过 神魔店就算是真传弟子 也会经常去 可见那神魔店的参悟层次 太高了 而现在他的修为 压根也不能支持 他将神魔店的参悟 发挥到极致的作用 自那一次得到九密自绝 结果之后好久也没得到 反而还莫名其妙死了一回 下缺就知道啊 这再好的机缘 怕是和自身的修为 直接挂钩 你修为不到再好的机缘 在你这儿 那不一定是好事 还有可能是个坑 既然先天生灵 都要参悟的神魔店 那他自己现在 就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 现在当原封里住着 待着 等自己修为提升上去之后 再来看看这东西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好方法 不也不迟吗 现在去做干啥呢 说出来 可能别人会不相信 洛剑宗真传 他见了三个 而这三个人 他的印象都非常不好 一个铁公鸡 一个装逼男 还有一个 当想到这里 夏雀的表情 微微僵硬了一下 尝出一口气 他保守自己的秘密 不希望受到别人的关注 这是他期望有朝一日 再见到对方 他已经拥有了 让对方正视的能力 他很想知道 到那个时候 对方是否还会像当日一样 高高在上 一眼俯咖 这是他心底 一点倔强 他现在 还不是时候 他还没有足够 让对方正视的资格和实力 所以对于那扶风而言 夏雀是绝对不会去的 想到这儿的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平静地说道 谢谢长老 你们的意思啊 我都懂 嗯 不过我还有我自己的坚持 看到夏雀这般的坚持 玄长老和莫长老 这才面面相去一眼 片刻之后 莫长老突然笑起来说 也好 既然你做出了选择 我们也尊重你的决定 其实啊 说起来 我还巴不得你这样选择呢 啊 夏雀有些莫名其妙 莫长老微微一笑 没骗你 你不知道 宗门看似风平浪静 实际上还是有些隐忧的 你要是走到台面上来 我还真怕有人会对你 莫长老 宣长老皱眉 打断莫长老的话 啊 没什么 让他知道一下 自己的处境也好 莫长老却是摆摆手 说道 玄长老一愣之后 微微的醋眉 倒也没有再说什么 而莫长老 则是继续地看着下缺 表情认真的说道 你既然选择继续留在丹原峰 那就继续留在这里 我们会配合你 遮掩你的身份 不过你自己最好也留神一点 不要透露出去 宗门看似平静 但实际上里边怕是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存在 你也知道 我宗最大的短板就是丹药 尤其是破镜丹 严重质顾了我宗的发展 而现在 你能够炼制五星破镜丹 只能在短时间里 大大提升我宗门势力 那些居心叵测之人 目的不明 身份也不明 但是显然不会做事 老实说 若是让他们知道 那位袁大师就是我洛剑宗人 嗯 估计 你会很危险 所以呢 从我内心上来说 我是真希望你的身份 暂时不要泄露出去 等揪出了那些人之后 再曝光也不迟 否则 就算我护着你 便难免 不会有个万一 这番话听得下缺 则是非非以待 片刻之后 他略微的倒吸一口凉气 他不由想起了 血神教那些人 莫长老现在说的 并没有太过于露骨 比如说 连真传弟子 都被直接算计了 估计 也是想给真传们留点面子 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 站在他面前的下缺 真正亲身经历过 他们心中所谓的 真传被算计的事 而且毫不客气的说 在这之中 下缺还扮演了 极为关键的人物 云无双如果不是他 此时此刻 已经不知道 被那些血神教的人 抓到哪了 月清城 若不是因为他 很有可能要成为 那邪神的顶炉 其实在那个时候 下缺就不止一次的 疑惑过 怎么这洛建宗的真传 这么容易 就被别人给算计了 而现在听了 墨长老所说的话 下缺就瞬间明白过来了 难道 落建宗里面 也有那血神教的人 对于血神教 下缺极为的忌惮 就他看到的那些人而言 无一例外 全都是踏天井的强者 仅此一点 就可以看得出 血神教的恐怖 然后就是那 浮州上的一幅画面中 欲外邪神 就此也足够能看得出 血神教的背景 有多么的复杂加庞大 当想到落建宗中 很有可能会有 血神教的人 下去的神情 就是为之一阵 这也不由让他想到 对方的作风 神秘至极 在那船上 基本上互相不怎么说话 而且所有人 都穿着黑黑的长袍 把所有能遮掩的地方 全都给遮掩住 而什么鬼面 黑鸭之类的名字 一听就知道 这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所以 他们彼此的确不知道 彼此的身份 而这么做的目的 是不希望任何人 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因为他们的真实身份 其实 想到这儿的他 不由倒吸一口良气 心头也浮现出一个 让人惊悚的猜测 好了 话说到这儿 其他的 你也不用多想 一切由我和玄长老 只要你自己不主动 说出自己的身份 就不会有事的 有关那些人 宗门自然会处置的 下缺沉默 让莫长老 都以为他被吓到了 不由微笑着说 宽慰着 稍后下缺回过了神 那就麻烦两位长老了 莫长老笑了笑 而后眼睛一亮 对了 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下缺一愣 而后说道 莫长老 您但说无妨 你能不能 马上炼制一炉丹药 让我和玄长老 在旁边看看 莫长老有些 不好意思的说道 而让下缺 微微一愣 随即就明白 虽然自己 承认了 袁大师的身份 但这两位长老心中 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疑虑 不过 这也不能怪对方 毕竟自己的修为 太弱了 只是一个神魂境 虽然理论上来说 已经足够炼制 五品丹药 但自己炼制出的 却是他们眼中 完美品相的丹药 而且炼制起来 似乎很容易 如此招惹的一点怀疑 倒也是正常 下缺想了想 笑了笑 这自然没有什么不可 两位长老 请 说完 他们就往山峰上而去 玄长老莫长老 相视一眼 跟上前去 很快三人就到了峰顶 一下就看到了 宛如囚徒 体型庞大的铁牛 一如既往 正在挖坑 种着杂草 玄长老莫长老 跟在下缺身后 所以下缺并没注意到 当玄长老莫长老 看到铁牛之时 微微一正 随即两个长老的眼中 露出几分戒备和忌惮 醋眉看向铁牛 铁牛师兄 一无所觉的下缺 照例向着铁牛打招呼 铁牛听到声音 转过了头 看到了下缺 露出招牌式的 憨傻笑容 去袁建宫 耽搁了一点时间 在风下闲聊 又耽误了一点时间 铁牛脸上 现在又变得脏兮兮一片 哎呀 师兄啊 师姐一走 你就搞得脏兮兮的 非得等